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张胜与点点栏目 告诉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办法说明镜与点栏目 有些是听得懂 对对对 我不用说学家 学家 学我 当年有心学习 对也有兴趣学习 对 我先来再跟我们的乡亲朋友 再说明一下 让大家更认识这个教授 其实总教室 已经在明轨发生五年 才跟董事人头眼眼发生一天 非常非常不容易遗憾的这个命案 就是刘邦有县长的这个命案 同时可以请他们自下 UEV就是邓 应该是邓文昌议员 走到路面那边冲着大枸火 台阁在买高厂搶救的高厂 我们的总教室带领的团队 就尽了全力把邓议员奇迹式的救火 那时候就轰动了全台湾 轰动海内外 去这个董事给案由命的总教室 教授您现在还是在长庚体系看着吗 在长庚体系主要是林口跟台北 林口 台北 土城 土城 土城县也有 只要是有冲冈就有冯 有长庚就有你对不对 对对对 南部没有 南部还没有 因为南部可能还有这个 台中 长庚 台中 以北 长庚 到基隆 台阁 像在乡亲朋友 那些朋友也会最大的问题 也会去看张教授 张教授 如果会在学家的经验 类似跟病人家属的关系 那时候你听客家话对不对 常常在那个 应该几年前 二 三 三十几年前 那时候都要请家属翻译 因为早期的时候 比较年纪大的客家乡亲 比较不会讲台语或者是国语 所以来看诊的时候 都要请他的小孩子 来帮忙翻译 譬如说车那些 目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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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乡亲 都要看一看 所以要问老人家 由家属问 比较没有那么亲切 是 所以就问了家属以后 然后再问病人 那他的感觉就不一样 很多时候会通 他们说 不懂厉害 这事件然后会风 全部混在一起 四线 因為我們客家有很多的腔調 所以您海豐的也會講 視線也多少也都會 也不知道反正人家教什麼 我們就講什麼 按理會 以前就會按理會 學什麼馬上就對不對 馬上就現學現賣了 但最主要是幫病人診斷 是有利跟病人溝通跟診斷 不過這幾年就比較不一樣了 因為以前年輕人 現在年紀慢慢大了之後 現在比較年紀大的客家鄉親 都會講國語 甚至於有一些台語也很溜 所以在溝通上都比較沒有問題 那當時你就是用客家 對 在早期的時候 真的是有一些年紀大的客家鄉親 要用客語跟他們溝通 那你也就是從這過程裡面 去了解 學一點點 對 就是了解我們客家人對不對 甚至說幫他們診斥的時候 會覺得說 我覺得我如果是病人 我聽到醫生會講客家 會覺得好像更親切了 那我想請教我們教授 您是什麼樣的一個機緣 你會選擇 因為醫生念了醫學院之後 最後還是要分科對不對 那您怎麼會選了是這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難度比較高 精細的 其實我們腦部其實它是很精細的喔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腦神經跟脊椎外科呢 這個就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有聽說有一種手術要把腦瘤拿出來的話 從鼻子就可以把腦瘤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很神奇 所以那時候就想要走腦神經外科 外科 對 對 那到後來呢 就是因緣際會之下 那堅持己見 後來還是進了神經外科 那學生時代還有一次我們的總醫師 就是後來我的老師吳俊明 他當總醫師 帶我開了一個腦初學的刀 開完以後那病人隔天就清醒過來 所以我才覺得說 我這個神經外科真的是可以救人 那我學醫這一條路呢 當然中間也有想到 想要走眼科或者皮膚科 或者是耳鼻窩科 但是後來決定就是說 我學了醫就是要救人 而且是在他們最緊急的時候 對 就是生命攸關的科 所以我還是後來回到外科 我還是毅然決然選擇外科 又走神經外科 那這個其實要承受壓力也是蠻大的 還好 因為我覺得您 習慣就好了 因為我覺得您是蠻樂觀的 而且我們節目 其實我們節目都很喜歡邀請張教授 張教授除了有他的專業之外 他其實很幽默 保學 保讀詩書對不對 出口成章 而且還會來上幾段笑話 所以就逗得大家喝喝大笑 所以這個節目的一個禁止當中 就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流暢 而且是寓教於樂啦 對 那我繼續想跟您請教說 您現在是還有擔任喔 我看一下跟鄉親朋友報告 鄉高蘇他目前還是 新北市衛生局 醫事審議會的委員 這邊是擔任很多年了嘛對不對 新北市 衛生局醫事審議會的委員 還有他接受苗栗 苗栗 衛生局的邀請 也一樣是擔任這個委員 他在委員要做麻蓋事情 這個委員是賦予什麼樣的責任呢 最主要就是在整個醫療的過程 常常就是因為醫院跟病人或家屬中間有一些不能夠互相溝通的地方 會有一些爭議的事情 那通常會涉及一些專業 所以我們就以專業的眼光來幫兩方面溝通 那麼最主要的我發覺大概百分之90以上的都是醫院很努力很熱心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唯一做錯的地方就是說他沒有好好跟病人或家屬解釋 所以這樣病人家屬一誤會以後呢 那就會引發一些醫療正義的事情 那譬如說我們常常遇到的就是病人到急診 醫師看了一下就躺在那邊躺半個小時 因為急診是就是很跟應該說跟時間在賽法 甚至剛剛你講像這個腦神經或是我們講中風或是心感 都是跟死神在拔河對不對 所以分秒必爭 而且當然家屬就會很緊張很著急 對 這個時候就是醫生看了以後他要做很多的檢查 要開單子 要寫病例 所以那麼這個空檔的時間家屬跟病人就會覺得說他沒有受到關照 其實醫療人員已經在做很多事情 又推去照一光做CT抽血檢查 半個小時以後結果出來才跟病人家屬解釋 可是這個中間他如果跟他講說 你等一下我們幫你安排很多什麼什麼什麼的檢查 多這一句話的話 那病人的家屬跟病人本身 就會了解 了解以後就知道說醫生跟護士真的是有在關係 就不是在那邊趕著急 比如說就是 就講說這是我們急診室裡面的SOP 那SOP他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那當然因為不同的症狀可能他時間長短不一樣 那如果醫生這個時候能夠多加一句話 或許病人也不會一直去嚕嘛 真的有說醫務人員有沒有看他那麼忙 可是我們家屬又著急就會一直去不斷的問 對 所以這個他經過我們醫療跟法律專業的委員 跟他們解釋溝通以後 大概百分之至少我們百分之六七十都可以了解 就是他不會再有進一步的醫療訴訟 那我們可以把他一分為二 第一個就是說可能醫師在就講第一線作戰的 沒錯吧 因為急診就算是第一線 第一線作戰的 然後多一句話 就是跟他們說明說 大概這個時間要多久 你等待時間多久 他就心裡有數 那第二就是說 您的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委員會 他就是希望化解雙方的認知不同 對不對 當然我們希望前頭這邊就可以處理好 不必到這裡 那這裡幸好有你們 就避免雙方因為不必要的誤會走上法庭 對不對 對 這個字非常重要 喔 原來高蘇的家庭專業 就是看病啦 專業看病之外 很重要的服務就對了 就是幫忙這個協調 多一些服務 對 減少這個醫療縫眠家 認知 因子不同 認知不同 對對對 就是讓醫病的關係 醫病管的會比較好 對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我們請到 雖然說不需要學家人 但是不可以學家人 看很多的病人 而且你還有很多的客家朋友是不是 對 喔 是因為他們本來是去看病 還是說是怎麼樣的機遇 你有那麼多的 有一些是鄰居 喔 鄰居喔 像我小時候也有鄰居朋友 他搬後來搬到竹北去 你住在 我以前住台中 那個朋友他們是從東市搬過來的 所以東市很多人 那我當兵的時候 跟我在一起的一個潘呢 他也是客家人 哈康穎 哈康穎的醫生 不是 跟我們生命安將 對 有沒有 搞什麼生命安將 不如這一句話什麼 喔 剛才說 不要按倒叫 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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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個是另外一個意涵的 但你最愛說 生命安將 粗粗粗暗的 所以您那時候當 范姜 范姜 范姜陽平 喔 范姜陽平 董事您來喔 沒有 他現在在 中立那邊開業 我們當兵兩年在一起 他也是客家人 喔 現在做醫生 對 也是醫生 喔 醫生喔 跟他做兵的 應該講是同才嗎 還是 同才 同梯的 同梯的 然後就有這個 衛生營有兩個醫生 他跟我兩個人 喔 那這個緣分 你看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到處去老 事業不用客家人 我們在當時 去夾粗粗粗粗 這樣客家人 而且 你對客家人印象很好對不對 非常好 因為我很喜歡吃客家菜 喔 而且客家人非常的熱情 是 我有一個病人也變成了 像朋友一樣 他住在北埔 喔 北埔 北埔 然後我去找他 他帶我們到處去看 介紹了很多客家的風土 民情 還有去看一些古蹟 所以他呢 高蘇由於北埔的偏銀 變成好朋友 是的 但您到北埔就是 應該有走一些私人的景點也有 還有私房菜 人家有說的 客家人 當你穿的靠色路 還有那個客家的吹 客家吹也很好吃 好吃 你最喜歡哪一道 客家小草 喔 對啊 董油名 第二名是什麼 他就第一名的客家 第二名 你第二個喜歡吃什麼 那個客家的那個 那個菜柏粿 喔 飯耶 什麼 你怎麼問一下 你的飯 捏拌 愛草 不是 菜柏粿就是裡面包的那個菜柏 外面是糯米包起來 白色的還是綠色的 綠色的 就是我講的就是捏拌 捏拌 捏拌就是愛草 愛草 那台北地區會用薯麴草 但是那個出來的味道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客家人都是用捏拌 愛草 其實愛草是一個很好的 也跟這個小吃藥草 那個味道之香 然後那個底 底對不對 然後如果用上那個什麼 月桃葉 對 他是用包的 月桃葉下面 不過現在都用塑膠袋包 對啦 我覺得還是 那種原始的古早味 還是有的啦 可能要去到比較 鄉下地方 那個古早味 是真的吃得到 所以第二名是 捏拌嘛 摧拌 第三名我們講三個條 第三名排行在你心目中 第三名是龜條 哦 半條啦 半條 台灣叫龜條 客家半條 半條 你不喜歡吃薑絲炒大腸 我最油嗎 非常喜歡 但是不太敢吃太貴 太營養 怕比較油一點就創了 等一下 你不喜歡 九叔年有沒有說 哪裡去那種牌 養生 去以前動太球 很胖哦 94.7公斤 它是怎麼樣的 有沒有 減脾 減3公斤 15公斤 15公斤 這樣 等一下 再養生這個 我再繼續請教 那對客家的好朋友 或是說你在客家菜 或客家朋友 你覺得 你覺得我們客家人的精神是什麼 你的感受到 為什麼 覺得除了熱情之外 你覺得客家人的朋友 讓你比較感動的是什麼 很苦幹 非常努力 像我有一個朋友 林寶庸 你懂事啊 他在客家中 神 神老 神老 濕透人家 他工作非常的認真 那就是濕透人家 對對 他非常低調 我們也想說 邀請他就說 那以後有機會 今天也要好朋友 好朋友 他是很認真 但是他也很注重養生 所以他整個生活 調整得非常好 是 很樂觀 很樂觀 對 所以他是一個算是非常典型的客家人 就那個 散忙大兵 散忙大兵 應景精神 對 那我們的硬頸跟您那個 脊椎的硬頸是不一樣的 對 我們的硬頸是一個 不屈不扰的精神 那現在有人就說 哎喲阿芳 不要再說硬頸 硬頸 白不死而已 脊椎 硬頸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我們如果說醫療講 硬頸這個就不好了 對不對 對 可能 脊椎或者高血壓 會不會是 喔 高血壓也會這樣 或者是長了骨刺什麼 也會 對都會 喔 那教授像現在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常常 您現在是 也都做到微創了嗎 對 微創的手術 肺壓兩創是不是 對 兩創 那腦部的部分呢 也是用微創 喔 也都已經到 傷口越來越小 然後用內視鏡 或者用顯微鏡下去開 人家有時候都免疫 免疫治療 免疫治療的話 他是等於類似於 用細胞去開刀 喔 也就是說 那是我大概20年前開始做的研究 那我們免疫力就是說人 免疫力不夠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人體的細胞拿出來 去拿 拿他自己的嘛 給他自己 然後把他自己的 腫瘤的細胞拿出來以後打死 嗯 用電死 電而電死 然後再把這個死的腫瘤細胞 給免疫細胞去吃 一箱培養 培養之後他就知道說 有這樣的標記的細胞是壞人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免疫細胞打回去以後 他就到身體裡面去找 就幫你去 他因為他已經認識這個壞人了 壞人了 對 帶著那個標誌 所以他就到處去找 就是這個免疫療法 對 但那一家免疫療法如果 以這個各大醫院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病人可能要經過 這個醫院幫他去做 申請嘛 對不對 需要去申請嘛 目前經過 衛福部已經核准了 所謂的特管辦法 研究計畫都可以做了 特管法的部分嘛 他有一些規定啦 是 因為畢竟就是 免疫治療 現在是已經確定是未來的方向 可是中間怎麼做呢 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才會有目前這個所謂的過渡階段 那如果是明確的話 就不用講就是常規醫療 因為現在還是有特管 還是要用特管 要用申請的方式去做 但是呢 現在對眼睛 就說 眼睛特別是癌症的治療 它有一個 新的希望跟新的方向 就是我們採用的免疫治療 免疫治療 要不要老唐通朋友說 除了眼睛弄撲 以前弄撲 還有兩棍 然後牙癌的高速度 就周到眼 免疫 肺癌 免疫治療 都可以做 理論上其他的癌症都可以做 就會 癌症病患之福啦 就是說它這個 如果你在一些醫院做的時候 你可能要經過特管法的 申請之後再進行 當然坊間 可能有些人問他會自己去做 那那個又是另外一個選擇 那就是另外一種選擇了 但是你在醫院的時候 他有一個比較常規 一個正規的一個做法就對了 那你再請講 其實教授也是還蠻養生的 以前養生嗎 沒有 沒有時間養生啊 有一些原則養生啊 比如說呢 譬如說我吃東西的時候呢 我都跟時間跟空間有關係 所以跟時間就是從古時候到現在 大家都在吃的 跟空間就是全世界到處大家都在吃的 那麼這樣的東西一定是好東西 那譬如說有某一個地方你說很好 可是別的地方說不好 那就不一定 譬如說臭豆腐 我們覺得很好 可是美國人一聽到說Yuck 他就不喜歡 那你看非洲有一種叫肥蟲 那時候很好吃 可是我們也不敢吃 因為可能是他們沒有辦法 有這個蛋白質 所以從這個蟲 所以就是盡量我現在吃的 就是說大家都在吃的 譬如說像以前我會吃 去熱潮有什麼三腔肉啦 現在三腔是保育動物對不對 現在不行吃了啦 現在我都不會吃 為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好的話 大概大家都會吃 像雞肉啦 豬肉 牛肉 羊肉就是好東西 所以大家才會養來吃 所以原則大概是盡量吃一般的食物這樣 所以雞蛋也是 雞蛋應該是你的食物 養生食物裡面有的 而且就是說你要如何盡量不要發胖 當然這是沒有辦法控制 就是說一直胖起來 但是你要減肥的話呢 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說 你吃進去的熱量 一定要比消耗的熱量還少 吃少消耗多啦 很多人點透 我們現場很多人點透 心有機經驗 那常常有人講說 你要養生就是要吃燙青菜 我堅決反對吃燙青菜 為什麼呢 可能要加一點油吧 是不是 最好是吃好吃的炒青菜 這樣你才可以吃很久 你燙青菜吃一餐兩餐 不想吃就沒有 所以要有恆心 但是呢 澱粉就少吃一點 澱粉就會很胖 OK 蛋白質沒有關係 所以您會算一下熱量就對了 大略算一下 還有人家說要多運動 我也反對多運動 本來會胖的人 他就是懶得運動的 你在教訓運動 所以我會建議多走路 譬如說上班走路啦 或者是你搭捷運搭公車 中間下車的時候就可以走路 對 像有時候晚上我們出去應酬 我就不搭經營車 我就搭公車回家 然後再走路 你這麼平民喔 不是這是運動 這是很高級的享受 你就是把要回家的路程裡面 其實你有把它挪出來用走路 用走路 其實也可以幫助消化 所以有一段時間 我用這個方法 大概半年真的瘦了15公斤 就是從熱量去控制 但是就是 從運動 不要過激烈的運動 就是在你選擇走路 對 然後再來就是蛋白質有 好吃的纖維 好吃的纖維 就是青菜 扇子纖維要好吃的 因為是每天要做的事情 所以不能虐待自己 澱粉 白米飯麵少一點 就少一點 因為你有時候蛋白質 還是需要澱粉 才能夠吸收嘛 對不對 那沒有吃什麼保健品嗎 沒有 比如說您是神經 腦神經外科或是脊椎 那要沒有吃什麼保健品嗎 偶爾會吃吃阿里拉麵 喔 OK 就修復神經 偶爾吃 對對對 因為我想 我最親密 我們會怕說 這個會撕製嗎 撕製啊 會怕這樣 或者是說 是不是有其他 都會吃一些保健品 所以您養生是 不太碰保健食品的 也是有 我有吃 因為我有吃巴西蘑菇 喔 OK OK 因為巴西蘑菇 多糖體啦 對 巴西蘑菇理論上 它會刺激人體的 淋巴球的活性 所以吃了以後 它會有免疫的作用 會增加我們的抵抗力 就是我們免疫調節 會保護好就是 對 所以這個我也常常在治 教授 你行醫大概這樣算算 有三十幾年囉 齁 差不多 不只 你還怕我把他年齡 年齡縮算嗎 幾年 四十年 四十五年 齁 四十五年 那你叫 你是從大學時代開始算嗎 實習開始算嗎 對啊 畢業開始就當醫生 當軍醫 軍醫 對 那這樣子 真的 那你現在是六字頭嘛 對不對 今年七十歲 哇 看不出來 你太過分了 剛剛 我們那個 舒嬅家的小姐 才老的 榜亞 總高蘇 發腫 哦 高蘇 你那個皮膚 怎麼黯強 黯好黯好 剛剛我們的舒嬅師 就是羨慕你的皮膚 真的耶 閃閃發亮 對啊 氣色很好 是不是 應該講 瘦身有成 瘦身有成 但瘦身應該也是 對我們膝蓋 其實也是 對 差很多 這個負荷 應該會 減少很多傷害嘛 對不對 然後你還是會打一下高爾夫嗎 我打打高爾夫 啊 多喝水 哦 多喝水 不是多喝酒 因為Eason要應酬很多耶 沒有 以前可能 不太喝酒了 真的嗎 對 不太喝酒 那我聽說外科醫生 都很厲害耶 長庚的外科醫生 比較不會喝酒 因為沒時間是嗎 對 大家太忙了 所以你是要多喝水 多喝水 然後食物的 這個控制 就剛剛你有講 對 我們總高蘇具要再用膳 他才 扳眼底度 用我們的方法 去甘了什麼功能 當然 最初有一個影片 要讓我們身體健康 有句話 你的胎蠅會發 你對你的膝蓋 你的航路 走路 你的膝蓋磨損 就會相對會增加 它的很大的負擔 因為它超好 健康瘦下來 當然有三高 高血壓 高血脂 它要說 高血糖 甚至痛風 好像真的就會降下來 所以健康減肥 其實是可以減少很多的疾病 而且預防中風 預防或者是 預防中風 預防心臟病跟中風 因為你血壓血糖 還有血脂肪降下來以後 中風跟心臟病的機會就降低 要像那些鄉親朋友 我們鄉親朋友可能有些是有點年紀 或者是我們這個年輕人看的時候 家裡有些長輩 對對對 就你行這麼多年 我們怎麼要怎麼去預防 就是要盡量避免吃太油的東西 還有盡量避免吃太鹹的東西 哇 這樣感應的 油油油汗 偶爾一次沒關係 但是牙現在慢慢 那個啦 那個口味有稍微改一下 對 因為比較 傾向比較健康 不要太油 不要太鹹 還有呢 心情要愉快 心情愉快 就只要好吃的多把它吃掉 哦 但是你會吃甜點嗎 我無法抗拒 哦 還是說你跟我們女生一樣 多個胃是裝甜 你喜歡吃甜 我喜歡吃甜點 但是盡量還是要控制啦 盡量控制 因為我們到了一個年齡之後 代謝也慢了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講 如果要會胖是因為你進來的熱量太多 但是你消耗的太少 然後無形當中就堆積就變脂肪了 對 對 就變脂肪 所以那個教授是他安東彥 去養生跟哲學 文台來做什麼 追迷 追迷 如果我們客家一些活動 或是未來有一些公益的活動 是不是可以來幫忙我們一下呢 我很樂意 怎麼可以跟我們相親交流的 有什麼計畫想法嗎 對 我是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idea 我很樂意參加 嗯 幫我們益整 益整也沒有問題 我記得了 義診 母車也費 義診做公益 我在捐錢 真的嗎 我們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跟鼓勵 那 最後給我們年輕人要給我們大家 您的 就是應該講 您的這個生活的哲學是怎麼看 我給一些年輕人一個建議 就是說 你要做事 做應該做的事 而不是做你喜歡做的事 你應該做的事把它做好 那喜歡做的事加持是對的 但是不對的也不應該做 嗯 那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一直到現在堅信一個原則 就是人要能夠被利用 有被利用的價值 才有存在的意義 那你都不能被利用 那你活在這世界上 完全沒有意義了 所以當人家找你幫忙的時候 我想 我們還是樂意的能夠幫人家忙 就幫人家忙 是 就是我們能夠被利用的話 那這是一種我們存在的價值 如果你來幫我們客家傳播 基金會的話 我們不是那個 表示我還有價值 我們不是利用 我們是要懇求你這個大醫生 大名醫來幫我們 可能利用這個字也不一樣 反正就是人如果能夠有 能夠為別人做一點點事情 表示說他還有存在的價值 什麼都不做躲在家裡 那就不對了 嗯 好 歡迎您多多和我們客家界 我們客家來做交流 OK 生夢一 生夢一 安之世 今天給我們很多的一些保衛件 我們真的很受教了 謝謝 歡迎您參與我們的活動 好 今天我們能夠安慶忍 不就經常到台北 非常感謝 總生年 高蘇瑞都在節目當中 東慶忍不在海外再回囉 謝謝教授 謝謝 師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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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